我这车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你的出险记录我也查到了只有一次 对 就是这个保险杠全喷 500块钱的赔付金额 所以就等于没有 那这个车 我想的就是你看能不能给我 让我2000块钱能不能够 我剩下啥也不用你管 让我2000块钱行不行 应该1000元 剩下那些零件你都给我 可以 那行 那你给我卡号 成交 大家肯定觉得很惊奇 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快就成交了 居然都没有出现那种极限拉扯 砍价砍得昏天暗地的那种操作 你们以前看我很多片子 肯定对我有所误解 尤其是看教主SLK那期 我帮教主砍价 跟那个车商杀价杀的真的是天昏地烟 但实际上大家误解我了 我这人买车其实很痛快 为什么教主买SLK那期 我砍价砍成那样极限拉扯 那是因为教主买的那台SLK 它毕竟车矿上有很多问题嘛 20万公里 图仑轴有问题 对吧 有这种砍价的理由 不砍白不砍 对不对 但你像这台GTI 它原版原期 什么毛病都没有 那你说你还用什么理由去砍价呢 对不对 更何况 人家原车主要8万块钱 本身也不高嘛 对不对 所以就稍微意思意思 砍个1000块钱得了 对吧 作为良心车上 另外 车主还跟我说 他把这车以11万的价格 在某鱼挂了两个多月 期间至少有四五个人 能给他出到至少9万5的价格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吹牛X 直到他给我看了各种某鱼的聊天记录 其中有一个辽宁的朋友 当时直接说找个第三方 帮他看看车 没问题的话 9万5的价格 他就直接打钱了 但那人有个要求 他不想来北京 钱 他可以直接付清 但要让卖家在没过户的情况下 直接把车板车发过去 他在辽宁收到车以后 做异地提挡 但这个要求 车主是万万不可能同意的 因为没过户就把车发出外地 万一买家不过户 到时候指标出不来 来回扯皮 那麻烦就大了 按卖家本人的话说 我这车还没我这指标值钱 车子我宁愿不卖 也不可能这样做 于是最后他们又商量 让买家来北京 但尴尬的是 当时正是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买家来不了北京 于是这笔交易就暂时搁置了 但卖家当时已经订了一台新车 急需指标 急需钱 然而某鱼上那些买家 一个个说是立马能给钱 但聊了半天 真到给钱的时候 不是这出状况 就是那儿又不行了 卖家后来实在是卖烦了 真的是懒得跟这帮人在打交道 于是去二车市场问了一圈价格 最后来到了我这儿 所以真不是我故意打劫兄弟们 八万看车的价格 还是车主自己提的 实际上他肯定也咨询了很多北京的车商 最后百分之百是我这儿出价最高 或者是我这儿答应给钱最痛快 说多少就一定是多少 当然了 最后砍一千块钱 那就是象征性的 对吧 反正呢 车主肯定是权衡了利弊 才同意把车卖给我的 这世上没有傻子 谁比谁聪明多少啊 当你真的着急用钱想变现 有一个车商说给你多少钱 就一定能给你多少钱的时候 你就偷着乐吧 真正卖过车的人就懂了 所以这回我诚心请大家 把良心车商打在公平上